韩国人技男团GOT7香港成员王嘉尔杰克森今天中午现身活动,以香港旅游推广观身份出席香港美酒加油巡礼,预约400名爱GOT7GOT7粉丝见面和玩游戏,王嘉尔的父母亦有到场支持。 他先后在三个摊位是选韩国鱼糕,他是馅饼,奶茶,又品尝红酒,杰克森在活动上不能先自将牛油放进菠萝包中,更主动为食物或抽中的粉丝,事后又和他们抱抱集合照,令其他歌迷非常葡萄,王嘉尔透露自己喜欢的香港美食种类拔多,他特别提及阿赫香港常见的特饮恐龙, 不过杰克森自曝库放在香港不知道有恐龙这道饮品,直到他身在海外时,有朋友向他介绍恐龙后,杰克森便回到家中尝试调配,结果一世便爱上,他陈平时终于饮白酒喝茅台,多数会跟朋友或家人饮酒,问他饮醉学会做什么,他就算只喝多了就会睡觉,跟家人饮酒是因为警觉性会较低, 事故后最后唱了自己的歌曲十多次,连家人都忍不住,叫他快点去睡觉,但杰克森自言不容易醉,只自己可以喝完一支红酒,又自暴富金钱杯不醉, 王嘉尔其后,与粉丝大玩问答游戏和抽奖,胜出的幸运儿,可获得王嘉喜制作的爱心菠萝油, 杰克森向来非常宠爱粉丝,所以他亲自为粉丝吃菠萝油,有一名幸运粉丝所在位置远离舞台,王嘉尔特别越过人群,将食物送到该名粉丝面前,引起全场哗来,校边也好想去尝尝吃菠萝油的味道哟。 感谢观看